好 台中東市時辰街上 在凌晨兩點多是發生了 露宿倒塌意外 一輛小貨車剛好經過 被露宿砸個正著 那麼整臺小貨車被困在素蟲堆裡頭 動彈不得 那麼所幸的駕駛沒有受傷 趕緊開啟車門來逃生 那麼警方貨報是與當地的里長 一起拿起電鋸來協助拒訴 那麼根據小貨車的駕駛 是七十五歲的省姓老翁 他表示當時要開車 前往苗栗祖南的農地來採收竹筍 那麼露宿可能是因為這幾日 午後下雨土石松染而倒塌 導致他的小貨車遭露宿來壓住 那麼幸好當時還能夠及時來脫困 沒有受傷 而露宿也在警民全力的搶通之下 在清晨六點半左右 恢復正常通行